在我身后就是今年首次参加中国航展 并且要进行飞行表演的翼龙翼翼五人机 今年的1月18号翼龙翼翼五人机完成了首飞 之后不久进一步优化的翼龙翼翼五人机 完成了平原试飞 高原试飞 任务载荷等多项测试 那今年的中国航展开幕在即 翼龙翼五人机此刻已经抵达珠海 正在做飞行表演之前的最后调试工作 今年的话就翼龙翼翼作为一个新的一个平台 那么它所能展示的实际上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这次飞行表演是用它的最大外管 就是400多公斤 400多公斤的一个外管 外挂的9枚大 那这9枚大当中就是有4个大型 然后三个重量级有空空大有空地大 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飞行动作的设计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个的这个机动性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很稳定的这么样子的控制一个控制的能力 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技术的积累 包括翼龙系列有14万架次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经验 那么这些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经验 那么我们都有必要把它反补回我们的这个新的型号 形成我们新的品牌 然后这样子是我们整个翼龙的话 就是在一到两分级这一块 那么继续的在国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竞争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